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上,欢迎新开市感来 我是林子彤 今天跟大家跟进安美股市昨晚收市的情况 美国联储局召开一年两日的议息会议 投资者入市态度审慎 美股反复做好 导致高开42点之后,升幅曾经扩大到166点 尾段一度倒跌24点 标碰白指数和纳指最多升大0.5% 导致收市升146点 收报38386点 标碰白指数收市升16点 收报5116点 纳指就升55点 收报15983点 在美国上市的港股与托证券造价 个别发展 汇控被备备收市升0.72% 腾讯跌0.01% 阿里巴巴升0.54% 美团升0.200% 欧洲股市个别发展 伦敦富士100指数收市升7点 收报8147点 法南哈佛特指数收市跌42点 收报18118点 巴黎卡指数收市跌23点 收报8065点 商民期况方面 观望美国推动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 国际油价回吐1% 纽约旗游跌1.22美元 收报每桶82.63美元 伦敦富士1.1美元 收报每桶88.4美元 跌幅亦有1.2% 至于纽约企金 年升3个交易日 收市报每安市2357.7美元 上升10.5美元 升幅大0.45% 看最新美元回价 港元7.826 日元156.811 欧元1.071 英镑1.255 瑞士法网0.911 加元1.367 澳元0.656 纽约0.597 美国国负债券 10年期债券 4.62 30年期债券 4.74 看港股 6日飙升1522点 今天继续有得升 但是升势有所放缓 恒指暂时升33点 1777点 国企指数升2点 6287点 大市成交118亿多 和大家看看个别股份 973欧书丹 復牌 大股东提出私有化 私有化价格34元 復牌之后 暂时抽升1.1 最新增32.75 看看友邦 昨天升到57元 楼上收市 今天继续有得升 升幅大1.7% 最新升到58.3% 另外看海友 海友又升到20元 最新升幅大1.4% 20.05千 昨天科技股表现 较为有信息 今天都是靠稳 74.85 700 腾讯 暂时还要逆市偏远 347.2 3690 跌大部分1.2 最新增加110元 这次和大家先跟进到这里 稍后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再见 好 取消了 然后再下一次 分享 要了解 西方 1.2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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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资讯由要财蚊提供